嗨,大家好,我是冰斯,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条片本来是打算做18岁生日礼物开箱 但我还有一件货,就是网购没找到来 那我就在想,我今个星期做什么影片好呢? 那我就想到,韩国流行了好一阵子的MBTI试试 但我还没真的告诉大家我是什么型号的人格 那所以呢,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搜寻那个MBTI试试 那我会做中文版啦 开始开始,免费人格测试,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简体字 你发现向别人做自我介绍的那时候有困难? 嗯?没有啊? 你总想尽快回复电之右键? 是,这个是,我不喜欢那个APP上有个一字的 我会发现即使有些压力也能轻易保持放松啊? 嗯?有压力? 我会把压力扔掉 嗯?不会,不行 你通常不会主动跟人交谈? 不是,我是那些,有陌生人就会聊聊聊的那些 你通常肯有动力或活力? 嗯?不是 你的家和工作环境都很正结? 不 你看到这个环境很正结,因为我有块布 前面这个前面是乱七八糟 反对 不介意成为别人? 转移的中心? 我完全不介意 你的旅行计划通常经过深思熟虑? 没有啊 虽然我没有自己去过旅行一带,可能出街说他去的 你的工作风格遵循 是不是这样读? 不定期出现的高能量高峰,而不是采用有组织的方法 是啊,我想做就冲去做,不想做就享受 每个项目最关键的事能够制定和遵守计划 嗯?虽然我是迟到大王 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是关键 五二 Next 在自然环境中散步时,你尝尝发现自己是不是寻思? 我会不断望风景,但我不会放空,我不会想东西 所以反对 如果有人迅速回复你的电子邮件,你会担心自己? 是啊,我真的会的 真的会的,但是我又不会说对方为什么你不快点回复我的 但是我会不断望着那个 开店员工事件难事? 小小啦,因为他毕竟是老员工 你经常思考人类传逐的意义没有,完全没有思考的 在与一群人共到时光之后,你感到更有活力? 嗯? 你经常摆东西,放错地方 对 小小啦,有事啦 你认为自己的程序很稳定 嗯,算的 你的头脑常失换未探索的想法和计划 嗯 小小啦,有的,不会很天马行空的 你不会叫自己梦想家 嗯 面对很多人发言,你通常觉得难以放松 没有 你总爱拖延,直到没有足够时间做每一件事 有事的都 小小啦,小小啦 你再面对压力 情景时感到很焦虑 唉,这个我也控制不了 有 你认为自己被别人喜欢比拥有权势更值得 嗯 你总是对非常规和,含义不明的东西感兴趣 比如说是艺术电影 没有,我不喜欢这些 在社交場合你經常肯主動 沒錯 有成績了 你的人格類型是表演者 ESFPA 跟我之前做的不一樣 我之前那支是企業家還是什麼 精神愛向型76% 精力現實型 本性感受型 本性和邏輯 對策是展望型 特性是堅決 表演者人格 我自私沒耐心 我是真的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訓練到自己 小時候不覺得自己是沒耐心的人 但真的沒耐心 環有點缺少安全感 我會犯錯會失控 而且有時讓人難以應付 如果 但如果你接受不利我最壞的一面 你就不配擁有我最好的一面 哇 這個話說得很絕 如果有人總是不有恥於地 開始又唱又跳 可以張奇說 我真的 他又唱又跳的意思是唱歌和跳舞 好嗎 我們每個人都是明星 表演者人格類型是天生的表演者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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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優勢 優勢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 為什麼變成英文 通常下課會突然聽到嘩嘩嘩嘩 很開心 我們不是這樣 通常就是老師講說說話 然後問問問題 沒有人想和老師互相交 大家就有大家很努力地抄書 然後 會跟旁邊的討論一下課堂的東西 但是很少說搶著答問題 那通常沒人理解老師的就是我來 問題又不會難得去哪 只不過那個氛圍就是你眼望我眼 但是不知道誰會回答老師的問題 好,我們來總結一下 我們剛剛做完的NBTI測試 我出來的結果是語言者 即是Entertainer NBTI類型是ESFPA 如果大家想知道關於我這個NBTI的話 就自己去搜尋吧 因為後面的解釋實在太長了 好,那大家都試試做這個測試吧 看看自己是甚麼人格 認識多一點自己也不錯 好,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 不要忘記下星期應該是18歲生日禮物開箱 我們下次再見,BYE